孟美琪来到舞台推荐第二组选手 接下来呢 有我和美琪 一起来介绍这一组 共享串烧舞台 来 你们期不期待 我们也很期待 我好想哭啊 第一位选手呢是 Bi2 这几年他们被记住的 好像都只是花边的新闻 但是他们的实力 与努力才是最值得被大家看见的 我们已经三年没有像今天站到一个舞台 现场可能都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人 真的是回到初心的人 回到当时我们还没有很成熟 然后希望说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 其实不管是跳舞或唱歌 我们真的很想要打动别人 双胞胎对我来讲 那个情感是很感人的 那个就是你们的那个深层的关系 Bi2在校高和他们的唱 我觉得没有姐妹的特色了 那为什么要听Bi2 我会觉得你现在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再去参加另外一个比赛吗 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 找一个赤裸的方法 来呈现自己 我跟妹妹那两天就聊了一些 没有说过的事情 然后写出一段话给彼此 妹妹 你笑容的背后藏了多少伤 明明单纯 撒娇 可爱 却没人看到 姐姐 你每次都会站出来保护我 我总是依赖你 但有时候我也不想不依赖你 我不知道如果不依赖你 我可以依赖谁 我觉得你很坚强 我看你心很累你都不说 然后你一样很久也不说 然后 我跟妹妹从十五岁就已经离乡背景 我跟妹妹从十五岁就已经离乡背景 这十一年的时间 我们是真的没有家的感觉 就是每一天就工作 无论遇到多少事情 唯一在身边的人只有别人 我们经常会看对方 给一个眼神 那个眼神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一起挺过去 加油啊 当作是最后一次好不好 人生的大起大落 只有我们共同度过 只有我们心里最清楚 我想告诉你 只要我还活着 不管未来 会不会分开 我对你不离不弃 我是你永远的保护伞 太感动了 天哪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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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Bi2他们有好的乐感 而且两个人长得是一样双胞胎的话 就会有很多很神奇的舞台效果出来 Bi2用精彩的表现挤起了观众的热情 他们带给其他选手的是激励还是压力呢 或者是 他们的恐慌 我是不是没有给你信 对 所以马德莉不是 你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好不好 我觉得你只是在做动作 我不会想 那个头不动 然后那个身体在动 就其实你要跳这种 很甜的这种歌的时候 就可以带甜甜的表情 就是你现在是嘎笑 我的天哪 让我是甜甜的 你可以 三字道哥跳甜甜的 三字道哥跳甜甜的 哎呀 你们真的是 就算不要哭好不好 让我的燕子姐 心中的那个行秀都毁灭了 我给你讲的都是你们 反正就是 有活力 是不可爱 这次的大考核舞台呢 我想让大家看到很甜美的我 就是我这一次想把它做到最好 做到最好 从你口中 这次是 我 你 我 不